皇帝内经有38万字 《伦宇的内晕》有15000字 那这两本书在我的人生的交集里面 有个重要的管理 梦 皇帝内经呢 它有《银邪花梦》篇 《银邪花梦》篇 《方胜率论》 《麦药敬为论》讲到梦 那内经讲的梦跟伦宇者的梦有点不太一样 伦宇在第七篇第五章讲到 孔子说 胜已无摔矣 久已无畏梦见周公明 就是我很久没梦到周公明 因为我老摔矣 事实上梦它是一个dream 我迈最薄 更薄 就是每个特梦 当你二梦连连的时候 就是你坏事错多 老是错少 那你春梦连连就表示你积极向上 所以在《银邪花梦》篇 《麦药举论》里面提到简单观念 就是你如果斜气刻在脖子 像脑心血管疾病 你会觉得上断头台 觉得脖子被掐住 觉得这些动作会出现 那如果你的脚的气不算 像新神代谢 糖尿病色 接着的话 你会觉得脚走不动 会被绑住 那如果你闷到跪拜 事实上你的宽观起来 虚幻可以有点状况 所以在《内心的梦》里面就说 灵气胜则梦醉不梦醉 阳气胜则梦飞梦活 阴阳俱胜就会杀来杀去 所以人要心平心合 养心 养气 所以他们两个说 最重要的那一谈是什么 就是疗愈我们的身心 疗愈我们的身心 Kewing our soul and our mind and our body 我们的身体健康 事实上要企恶性 时间重要 健康重要 不企恶性 什么都没有用 那在这里 献给各位 铁的距离刚一直爱自己 谢谢